股庙致富可以不凭运气 只要用对方法跟对人 机会只给准备好的人 您准备好了吗 就让股市战将 带领我们积极稳健的累积财富 欢迎收听股市战将 华信投顾林和彦总顾问主角 101年金管投顾新字帝026号 欢迎收听news9898新闻台 持续锁定的是我们的股市战将 我是桂花 赶快来邀请主角分析师 华信投顾的林和彦总顾问 何彦老师您好 桂花午安 大家好我是林和彦 今天的台北股市开高走高 在创了历史新高之后 震荡走低 最终是下跌了32点 指数来到了20763 成交量是4253亿 请教一下何彦老师 怎么观察一下今天的大盘呢 人家要去400点 昨天叫激情 那今天呢 今天叫回归理性 那为什么今天没有办法再激情下去 为什么 昨天台积电一支 要去300点 台积电昨天涨了4%多 我跟大家讲过嘛 台积电为什么涨那么多 因为他们拿到美国66亿美元的补助款 所以大家整个气息去堆 一挡台积电 就涨了将近300点 那我昨天是不是跟大家提醒过 美国挂牌的ADR 没那么小哦 在台积电大涨4%的时候 ADR的盘后 只涨了0.5%而已 昨天美国股市正式交易的时候 台积电ADR才涨1.8% 所以美国的ADR 没有像台湾的台积电 那么的疯狂 那代表台积电是不是 反应过头了 对不对 那台积电反应过头 今天台积电一开 就开低就8块钱了 所以台积电一冷却下来之后 昨天那种激情的心情 整个就冷却下来了 但今天交选指数 虽然波动不大 可是今天这个行情 反而是更好的哦 为什么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昨天指数 都被台积电大占了之后 跌的加速反而比涨的加速多 那今天指数平静下来之后 大家回归理性之后 今天涨的加速比跌的加速多啊 哦是 你看最后加选指数跌32点 上市的部分有531加涨 350加跌 OTC的部分 OTC是403加涨 314加跌 那哪个比较好 昨天大涨 涨的加速比较少 跌的加速多 今天指数平静下来了 冷静下来了 反而涨的加速多 跌的加速少 那哪个情况对你会比较有利 当然是涨的加速多对你有利嘛 对不对 所以涨跌指数对你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 你的输赢记得你的输赢都在个股身上 去管就不要去堆啊 我们找低谱的高属来买 不需要随着市场起舞 你看昨天掌停板的试炼 今天跌停板啊 哇是 对不对 那你去追 哦啊 掌停板堆下去 开心一天 搞不好后悔变一辈子怎么办 是不是 你看今天 翔硕 昨天快跌停 今天又3% 加折昨天快涨停 今天大跌了5% M31 礼拜一跌停板 礼拜一跌停板 昨天跌5% 今天又跌3% 啊你对那种企业 那千几块的股票做什么 它如果基本面够扎实 像材料KY那么好 那就没话说嘛 对不对 如果基本面没有那么扎实 被主力把人炒高了 人家在出货 你还在跳进去 他就做给你讨啊 对不对 你看M31 去年才赚12块钱而已 EPS12块 股价涨到2000多 北比快200倍 哇好高哦 那你还敢买 我就配合你啊 对不对 你说我钱很多 我不怕输 那我也没意见嘛 你如果是进来股票市场 不是为了寻一个开心 你是要进来赚钱的 那你就要依寻赚钱的方法 找底部的股票买 不要随着市场起舞 在那边乱追高 你看今天红海也跌了啊 红海今天又落四孔子 红海这段也起很多啊 100块涨到160 涨了快60%了 要买早就底部就该买了 到这里再去追 那都太烦了 还有很多底部的股票 你看8081自新 今天大涨到8% 293块啊 自新我有连续几天跟大家讲了嘛 对不对 打了五个月的大底 去年赚17块钱 类比IC里面 最碳级的公司 而且公司又大方 赚17块配14块 那这么优质的公司 这么好的公司 大盘五个月里面 涨了4800点了 它完全没有动 要买就买这种的啊 人家提款的 我们就卖出去 人家资金卖掉 一转进来 就开始叮咚了啊 我们上个礼拜 智新 VIP会员 260买 我们260 265都买 今天293 这样多少 一张33块钱 33块钱 一张33 10张就33万了 买个10张260万 你们都有啊 260万 赚33万 一个多礼拜时间而已 这样好谈吗 很好 很好赚啊 重点是 你要会做嘛 你要会像零和宴一样 找这种底部的股票来买 跟大盘涨跌无关啊 现阶段 就是个股的行情 我跟大家讲过 台北股市强的不得了 昨天美国股市 道琼 跌9点 又如何 在520之前 除非国际有大变动 否则在520之前 台北股市要大跌很难啊 为什么知道 我讲过了嘛 是 历任总统里面 小英总统对股市 是最关心的嘛 对 所以小英总统 八年的任期 加权指数从 五六千点 飙到快两万一啦 这么好的政绩 他绝对不会在最后 剩下一个半月的任期 让股市垮掉嘛 对不对 一定要写下最完美的据点嘛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在520之前 你放心的做 可是 起关的 你不要去堆 行情轮来轮去 我们找台北的股票 一支一支慢慢来 30% 50% 你都有机会赚到 那你如果要随着市场起伍 去堆那里 那我就不保证你会赚钱哦 我都没有保证你的探钱哦 我们来跟您一起做 我们现在有冲刺520计划 在520前 我们锁定底部的股票 一档一档慢慢做 全力充施520行情 你可以跟上我 充斥520计划 我带你来做 你看我上个礼拜 是不是一直跟大家讲 我们在布局一档 荒野大标股 每股净值90元 股价才30出头而已 尤其现金366亿 全国股票加起来 总市值才150亿 我说这种情况的股票 我一年难得会发现过一档 可是只要这一档一出现 就是荒野大标股 你看今天荒野大标股 大涨5% 我们三四块没 今天一斤 四十块钱了 是 今天一四十块钱了 六块钱不多 可是对三十几块钱的股票来说 就20%啦 20%也没什么 离禁止90元 哇还好远 还很坏地 还有 还有底部的股票 我现在有三档底部的股票 我在等价格来 我要再进场 你如果真的想要探钱 赶快来找林德燕 利用我们现在 冲刺520的计划 我们全力来配合 全力来冲刺 好昨天 道琼最后收盘是跌9点 那早盘的时候 一度跌了320点 你知道道琼这次历史高点 39,889点 昨天最低来到38,572点 插什么 一千三百点 所以道琼已经回档1300点了 台北股市还好强喔 可是当 美股在回档的时候 你在操作台股 你还是要小心谨慎 我们现在注意的耶 最近美国股市回的比较凶了 已经开始出现在AI个股身上了 是 我跟大家分享过了吗 AMD已经回档28% 美超微也回档了23% 那昨天美超微又跌了2.6% 挥达跌了2% 挥达这一次 昨天跌2% 股价已经来到830美元了 从974回到830 连挥达都已经跌了17%了 挥达目前感觉起来 好像在做一个头的现象 这个如果真的是做一个头部的话 那么对于AI概念股来说 会是更危险的一个情况 所以最近台北股市的挥达概念股 甚至于AI概念股 其实都一直表现很弱 你看今天技嘉 大跌4.7% 前两天是不是跟大家讲过 技嘉不要去队关喔 对 之前跌到 从395 跌到280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算过了 25天跌完了 技嘉会弹一波上来 对 最近技嘉从280弹到 今天开高348 都涨了60块钱了 你超去追 你看今天从开高348 收盘320 大跌15块 今天一来一回 技嘉就28块了 哇 280我给你讲的时候 你不买 那非得要等到340几了 你超强进去 那你就太慢了嘛 卡手要太慢 卡手要太慢 那你更应该跟着我买底部的股票 对 不要每次底部不买 然后涨高再拼命追 那你应该都不会探紧 加权指数的部分 目前指数又有一些背离的现象 林和苑的人喔 我真实在啦 我看到什么 我讲什么 我不会报喜不报忧 像昨天大盘涨400点 我也是说啦 台积电反应有点过头 我爱注意 加权指数虽然创新高 可是高档背离现象还是存在 你看今天开高走低 跌了32点 32点是不多啦 可是林和苑看到什么 就会跟你说什么 这样你听我节目才有帮助嘛 对 你看昨天 大家是不是在捕风捉影 钢铁股营建股 哇地震震出商机 很多人昨天在讲钢铁股 林和苑昨天怎么说的 钢铁股要做 短线没关系 不要抱持着过度的期待 为什么 因为国际铁矿砂的价格 在破底 记得不 对 我会告诉你这些 没有人会像林和苑注意到这么细嘛 钢铁 怎么来了 钢铁就是挖铁矿砂来提炼的嘛 所以铁矿砂是钢铁的上游材料嘛 铁矿砂价格在破底 代表什么 代表市场需求很薄弱嘛 我昨天给大家看过嘛 今年1月3号国际铁矿砂 每顿在147美元 到昨天跌到剩下104美元 三个铁矿砂跌掉30% 可见的市场 国际市场上需求很弱啊 那台湾的钢铁股 产出主要还是以销国外为主嘛 因为台湾整个市场规模太小 市场规模太小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完全就靠国内来消化 所以一定要外销嘛 所以国际市场钢铁的价格 好还是不好 这才是钢铁公司获利的主要问题嘛 地震会带动一些商机 可是跟国际比较起来 还只是冰山一角而已嘛 对不对 真正国际钢铁需求大宗在哪里 在中国大陆嘛 中国大陆房地产一崩盘之后 三年前铁矿砂价格在228美元 现在剩下104美元 铁矿砂都腰斩了 钢铁股怎么会有好的获利呢 是不是 所以不要因为一个小利多 你就捕风捉影 反而把利多过度放大 这样就好了嘛 所以昨天很多人在讲钢铁股 林雷彦特别跟他唱反调 我经常的 我经常会跟他唱反调 可是事后你会发现 都是领和彦对啊 你看钢铁股间 是不是全都趴趴熊了 昨天大涨的中红 今天跌3% 海光涨停板的昨天 今天也跌3% 叶辉做钢筋的威智 今天都跌了4% 昨天连天讲了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你在做分析的时候 眼光格局要大一点 这样才不会因为人家短线一涨 你就判断错误 跳进去 隔天就开始套了嘛 所以分析要细腻 视野要宽阔 策略要正确 找底部的股票买 一支一支我慢慢地带你走 30% 50% 你们都赚得到 你看台大电 380跌到270 谁在买 领和彦在买 是 长到365 我350卖掉了 卖掉也告诉你们啊 对不对 现在台大电剩多少 今天328 我们卖350的 漂亮吧 很漂亮 林的燕带你竟会带你出 还有三档底部的股票 我这两天准备开始进场布局 有兴趣的 跟上林的燕 冲刺520计划 我们全力一起抢工 大家进来 好的 谢谢老师 指数在高档剧烈震荡 选对股票 更对老师 才是最关键的哦 要恭喜何彦老师的会员 这一波 智信呢 波段大涨了33块 而且呢 荒野大标股也大涨了20% 想要领先卡位在底部 赶快利用我们 全力冲刺520计划 跟着何彦老师 一起来上车布局 三档底部机油股 进一步内容 可以利用我们 稍后的工商服务资讯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 广告 好的 听众朋友 现阶段要反败为胜的关键 一定要集中资金 跟对老师 买对股票 何彦老师的单股周周发 感谢带你做价差 搭配长线做波段 让你操作更灵活 想要领先卡位在底部 欢迎你利用我们 全力冲刺520计划 跟着何彦老师 一起来上车布局 这三档底部机油股 你就有机会反败为胜 来电报名的电话是 02-239-23988 02-239-23988 行情是不等人的 现在加入是最实际优惠的哦 赶快把握机会 02-239-23988 02-239-23988 手中有股票套路的问题 想要咨询沟通的话 也欢迎你直接加入 何彦老师的Lite 以及Telegram账号来做咨询 在盘中即时的讯息 还有老师的看法 都会传送到你的手机上 Lite at ID是 小老鼠PRO888 小老鼠PRO888 Telegram账号是 PRO5个8 持续回到节目当中 邀请陪伴大家的是 华信头股的林和彦老师 买点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只有在底部买进做波段 你才能够领先市场 接下来还有哪些个股 可以加以留意呢 请教一下老师 好的 昨天激情过头 今天回归理性 是 回归理性台北股市还是很强 虽然今天跌了32点 没多 你知道昨天德国大跌242点 今天日本大跌260点 今天反而亚洲股市的部分 最强是香港 涨了300多点 那香港一涨 中国50正二 今天也大涨了4% 今天中国50正二 7.19 我们6块钱一割 已经30% 我一张都没卖 我一张都没卖 所以像林的院长 专门找底部的股票 带着会员做 你要赚个30% 50% 很容易的 很轻松的 你也可以设定一部分资金 跟着我单股周周八 短线三大五天的行情 你看上个礼拜 我们单股周周八 3231的伪创 123买 礼拜一 礼拜三 129卖 3天 6块钱 1张6千 10张6万 买个时装 123万 三天赚6万 真米勒 对不对 是的 那你不卖的话 尾创今天 125 我卖129买几水 最高133我也没有卖最高 尾创几块钱可以再买回来 我有设定价格 价格来 我会再进场 你看上上礼拜 我们买中壘 礼拜二 140买 礼拜四 150卖出 三天 10块钱 一张 1万 10张 10万 买个10张 140万 三天赚10万 好不好 很漂亮啊 这个就单股周周八 那你不卖的话 今天中壘 134 我卖150的 不是 所以零费院带你进 也会带你出 你可以设定一部分资金 跟我一起来做 这种短线 三到五天的行情 但真正要断大钱 还是要设定底部的GEO股 你看台大店 280 270 一路涨到 350卖出 这样三十几%啦 对 美食也是啊 350得到220 我们230买进 做了两趟 就快39%了 压怀又买 前两天拉上来 330卖出 破断操作就是这样做 找赚大钱底部的股票 你看一档材料KY 我们来回做三次 已经50几%了 那没刷的哦 是 材料KY 今年每股获利 恐怕会高达80元 EPS 材料KY 几口银也能够 有兴趣的 林的燕带着你做 我带你买 也会带你卖 我现在有三档 准备要进场的底部股 准备要进场的底部股 有兴趣的 跟他林的燕 冲刺520计划 我们一起全力抢工 打带进来 好的 谢谢老师的重点观察 以及分析 会卖股票的老师 才是高手哦 何彦老师一定会 带进带出 让你有买有卖 获利放口袋 想要复制 伪创 中壘 还有美食 材料KY的成功模式 赶快利用我们 冲刺520计划 跟着何彦老师 一起来布局 这三档底部肌优股 进一步内容 可以利用我们 稍后的工商服务资讯 时间的关系 节目就进行到这里 感谢华信投股的 林何彦老师 好的 听众朋友 指数在高档剧烈震荡 想要反败为胜的关键 一定要集中资金 跟对老师 买对股票 想要领先卡位菜底部 赶快利用我们 全力冲刺520计划 跟着何彦老师 一起来上车布局 这三档业绩好 股价还在底部的基优股 欢迎你来电报名 02 239 239 88 02 239 239 88 手上的股票不对 一定要换股来操作哦 行情是不等人的 赶快把握机会 02 239 239 88 02 239 239 88 本公司以往直击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